大家好,欢迎来到扬周边的哲学家故事系列 斯宾诺莎,一个并非如雷贯耳的名字 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虽然也可说得上是举足轻重 但与同届的另两位理性主义代表迪卡尔和莱布尼茨相比 他明显还是稍逊几分 而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却给予了斯宾诺莎极高的评价 他说,如果你学习哲学,要么你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 要么你研究的就不是哲学 而另一位哲学大佬罗素在谈到斯宾诺莎时给出的评价是 一个好人 罗素的原话是说,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当中 人格最高尚,性格最温扣的 按才智来说,有些人超越了他 但在道德方面,他是至高无上的 然而这位大好人,一生的命运却是多有波成,起伏不定 斯宾诺莎1632年出生在河南的阿姆斯特丹 他是名犹太人,祖上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 举家,从西班牙搬迁到河南来的 他父亲是当地成功的商人 并且还担任了犹太工会的会长和犹太教会学校的校长 按理说,算是含着一尿式出身而又天资聪颖的斯宾诺莎 她的人生应该是顺风震水,一片坦途的 但性格决定命运 正直而又诚实的斯宾诺莎 还在学校接受教育时,就发现 犹太法典中有许多不合常理的地方 认为正统的犹太教信仰是无法让她坚守的 于是,她开始公然反对犹太教育 并且经常在课堂上和犹太教士们发生争执 小小年纪的斯宾诺莎逻辑严谨 而且口才极佳 她出格的言行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教士们害怕其他犹太人也会来争相模仿 于是开出每年给她一千弗洛林来贿赂她 只要求她不再宣传自己对犹太教育的怀疑 要知道佛罗林是当时欧洲通用的金币 19世纪贝格芬去世后 她全部的手稿书籍和家具一起拍卖掉 也不过才换来175个佛罗林 一千佛罗林可是相当于今天大几十万人民币的一笔巨款 而且还是每年都给 但斯宾诺莎不为所动 一口回绝 教士们开始各种迫害她 甚至还派出极端分子对她实行暗杀 1656年年仅24岁的斯宾诺莎遭遇刺杀 但她命不该决 凶手只是刺穿了她后世的大义 为了避开接踵而来的迫害 斯宾诺莎退出了当地的犹太人社群 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去海牙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她的犹太家庭也已经跟她决裂 家产也全部被她的姐姐据为己有 这位倔强的少年一皮如洗 她一边以魔镜片为生 一边研究哲学 斯宾诺莎当时生活的荷兰是欧洲最具宗教包容性 最有思想自由的国家 所以幸运的是国家层面力量没有出手迫害 但犹太教本地势力 仍然对这位天才的异端分子 进行了影响她一生的打压和摧残 造就了她一年早逝的人生悲剧 可见当信仰在士族社会中强加于人的时候 对人类的伤害会有多大 信仰自由是应当像言论自由一样 是需要坚决捍卫的权利 在斯宾诺莎生活的年代 被宗教统治而带来的欧洲历史上 黑暗的中世纪早已结束 但斯宾诺莎一生都长期受到天主教 东正教 犹太教 甚至包括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新教的迫害 在她隐居期间 法国和河南曾经发生战争 法国的统帅是个哲学暗号者 她邀请斯宾诺莎前往军营 指点她哲学 斯宾诺莎接受了邀请 但是她是想趁这个机会 劝法国停战 为两国之间带来和平 但等她从前线军营回到河南时 一些宗教狂热分子竟然反顾事实 故意指责她统帝叛国 想置她于死地 还好当时的河南政府 是世界上最包容的政府 她才又逃过一劫 再后来 普鲁士的一位亲王 因为仰慕斯里诺莎的哲学才华 认为让一个哲学天才 默默地以打磨镜片为生 实在是暴天天物 于是亲王多方奔走 为斯宾诺莎争取到一份 在海道堡大学担任哲学教授的工作 但大学也附带了一个条件 要求她教书期间不能谈宗教 尽管身处困境 斯宾诺莎对这份工作也颇为心动 但天性卑武不能序的斯宾诺莎 这次又展现出贫贱不能移的贫质 像年轻时拒绝犹太教士们 每年给她一千佛灵贿赂一样 毅然拒绝了这份工作 继续磨着她的镜片 以赚取微薄的收入度日 1677年 年仅45岁的一代哲学巨匠 因为长期打磨玻璃镜片 而吸入了大量玻璃粉尘 导致飞机盒去世 死后仅仅留下了一些书籍 和一堆镜片 斯宾诺莎的著作中 有三部比较重要的 政治论中 她痛斥对思想和自由的压制 她反对君主制和贵族政体 认为只有民主政体 才能保证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她的另一著作 《神学政治论》 开启了批判圣经之心格 让世人明白 人应该用理性来指导自己的人生 而不是迷信宗教的宣传 宗教只是人的组织 并不能代表神 真理的所在地 不是宗教本身 而是理性 人的理性思维就是上帝的律令 她最伟大的著作 当属她历时13年写成 在她死后才发表的 《伦理学》一书 宣称是 用几何学方法 做论证的伦理学 在书中她通过回答 世界是什么 我们如何认识世界 我们的情感是如何与世界关联的 我们该如何行动 本一系列人生的根本问题 最终证明了 神是必然存在的 神也是无处不在的 宇宙就是神 并解释了 何为人类的自由 全面展现了 人类的生存哲学 论理学把人的欲望和行动 都当成像几何学中的 点线面体的问题一样 用精密的结构 进行分析和论证 用身心合一的一元论 代替了迪卡尔 身心分离的二元论 这种激进的范神论 正是导致她宗教迫害 伴随其一生的根本原因 一位批评家曾评价她的著作是 魔鬼本人在地狱中 炮制的东西 斯宾道上的上帝 不是人们可以祈祷 用来表达崇敬和寻求安慰的上帝 他认为真正的宗教内涵 就是要爱你的同胞 公正和慈善地对待他们 除此之外 其他都是源于希望和恐惧 这两种激情所带来的迷信 人所遭遇的灾难或者幸福 其实都源于自身的无知 自然与上帝是一体的 也就是宇宙中的万事万物 包括人类都是上帝的一部分 所有的事情都已被拴在因果链上 人类所谓的自由意志 其实是上帝心灵中的不同思想 只有上帝才真正拥有 完全的自由意志 上帝通过理性和规律 同一万物 人类唯有最大限度的了解规律 遵循规律才是通往自由 唯一的路径 这一点和中国古代这者老子提出的 道法自然是相通的 在莫尼黑会议上 美国的国务卿布里肯说 中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俄罗斯提供 致命武器的援助 并说中国政府一旦这样做了 将面临该承担的后果 毫无疑问 在俄乌战争激战震撼之际 中美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一场世界大战似乎已无法避免 带着担心和不安 杨周边来到17世纪的河南 找到那位正在辛苦工作的隐居的智者 问道 尊敬的斯宾诺莎先生 请问你觉得这个世界还会好吗 拒绝放下手中的镜片 和善但又严肃的回答说 担心世界会变得更糟 或者希望世界会变得更好 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知识的缺乏和心理软弱的表现 对于设计人类事物的一切 不要笑 不要哭 也不要生气 要去理解 哲学是无聊的 哲学家的灵魂却是有趣的 哲学家故事系列 将给您带来心理另类的哲学观点 感谢您的收看和关注 下期见 拜拜